就是先幫我在B1的儲存格上面 先輸入1好了 1然後Ctrl鍵按住拖拉 Ctrl鍵按住拖拉然後1到9 然後再來的話呢 A2的儲存格一樣輸入1 然後Ctrl鍵按下 向下拖1到9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中間這個區塊呢 我把它用那個表格好了 表格框線框一下 我跟你講我希望在這個框線裡面做出什麼 上面是倍乘數 下面這個藍就是A藍這個部分喔是乘數 就是1乘1等於1 1乘2等於2 一起類推喔 就是幫我把這個部分喔 久久沒辦法幫我做出來 應該懂這個邏輯吧 就是第一個喔 我第一個邏輯是等於 先把上面的東西 就是1有沒有 先串 然後and串一個 乘號的話我用什麼 乘號部分呢 我用那個 and什麼呢 and後面部分的話 就是 一個用 那個x來代替 用x來代替乘號好了 然後呢我用什麼 and 串接 a1的資料 然後在and 等於號 等於 所以等於把它串在後面 等於 然後 真的相乘的結果就是 在and 兩個相乘的結果 兩個相乘的結果 比如說b2乘上a2 那我一樣拖籃喔 拿前面的來改好了 就把它串接在後面 但是呢 會有個 地方可能要改的 就是 這吧 這前面 把中間這個x 改成乘號就可以了 讓它真的相乘 並且串在後面 這個and把它拿掉 這邊把它改成乘號 乘 好打勾勾一下 有沒有 把它置中 1乘1等於1 但如果說我現在向下填滿 會怎麼樣 錯誤 向右也不可以啦 不過我今天希望喔 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我一次喔 向下 向右 一次就把99乘法表 全部做出來 那這個地方可能你要考慮到低一點 因為如果你向下的話 它為什麼會錯呢 因為喔 你這邊上面的位置不能動 那這邊的位置可以動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變成你要怎麼樣 把 因為向下是鎖列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 b1 的 1有沒有 b1的部分 前面加了什麼 錢的符號 有沒有 只要1的部分喔 一定要鎖起來 不然如果你沒有鎖的話 它就會一直增加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的話 這邊需要 我把它back 1的地方喔 只要1喔 其他都不要鎖 鎖一個錢的符號 我剛剛打錯了 應該是錢的符號 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好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1到9就ok了 那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我像 向右填滿也ok 那目前我把它向右填滿會不會ok呢 應該是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向右拉的時候 我的 A欄 應該 A前面應該要固定在A欄 可是我過來的話 它變 B 為什麼 因為它 這個是Excel的規則啦 你只要向下是 列號 自動會加1 向右的話 藍號會自動加1 所以呢我可以怎麼樣 我如果 向右拉 要能夠 避免錯誤的話 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把A給鎖起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把A前面加一個鎖就可以了 記得喔 只要鎖A喔 其他都不要動喔 這樣子喔 打個勾 向下 向右 放開 久久填發表 馬上就出現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這一題喔 主要如果你 所欄所列概念清楚的話 其實喔 應該很快就可以把結果做出來了 但不是 如果你觀念不清楚的話 你這個所欄所列 因為概念不清的話 你要把這個九十三發表 快速做出來 是有問題的 ok喔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喔 記得喔 其實喔 像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反正喔 以後 標題列在哪一列 標題欄在哪一列 其實就是把那一列鎖起來 那列的話在第一列 所以你就把 A給鎖起來 那標題欄是哪一欄呢 A欄 你就把 A給鎖起來 其實這樣子喔 向右向下都ok 那尤其是你將來在使用在很多那個 四算表的概念喔 很多地方都會有欄 有列嘛 其實也是同樣的方法喔 你可以 很快的把你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不會有問題 試一下喔 這個99存法表的部分喔 這第一個喔 我們是用什麼 用那個 因為這個好像 講義裡面 第一個不是用這個方法喔 那 所以 待會的話呢 會用第二個方法 用Colent跟Row 也一樣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 這個地方喔 請各位 再參考一下喔 那個 最後的結果喔 今天喔 假如說 再產生另外工作表 99存法表 另外一種方法 如果我今天 不是 上面沒有欄 標題列跟標題欄 那我直接取用那個什麼呢 其實你會發現喔 直接可以用Colent 其實Colent呢 直接就抓第幾欄 所以喔 因為你用Colent的話 這邊是1 這邊是2 它會變成第幾欄喔 然後列的話呢 剛好就第幾列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喔 利用剛剛的類似的概念 先前面先放什麼 假設我今天喔 前面先插入一個Colent 所以 檢視箱這裡面有Colent 不是Colent Colent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抓到是1 那你可以怎麼樣 乘上 所以一樣串接 and 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 乘號 假設一樣串一個x 然後再and and什麼呢 再串一個 1乘1 1的話 剛好就列號 所以呢你後面再補一個row 自己打上去好了 row 小刮弧 再幫我抓什麼呢 抓那個row 小刮弧 OK 幫我抓小刮弧 然後在後面 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變成 1乘1 那我如果希望呢 最後的結果 幫我顯示在後面 and 然後一個等號 等於 再and 什麼呢 最後相乘的結果 其實一樣 拿前面這個 複製 貼到後面去 把這個 and什麼 乘號 把它改成 新號 就相乘 就對了 幫我把這兩個 相乘的結果 帶到這邊來 打勾 然後 1乘1 等於1 就出來了 那其實齁 如果用carren跟row的好處 他不需要去 像剛剛要什麼管什麼 要 鎖籃還是鎖列啦 為什麼 因為 他就是自動去抓 哪一籃哪一列嘛 所以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就把它向右 向下 然後 99乘法表一樣出來 OK 所以以後 這個carren跟row 他有那個 穿針引線的妙用 以後如果你會用carren的話 你橫向就用carren去帶 縱向的話 你用row去帶 有的時候 就可以自動產生一些東西 如果你會的話 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煩 不過這個可能 之後我們還會用到 所以 盡量多熟悉 那個carren跟row 所以利用這兩個範例 前面這個範例主要是要了解 哪時候 只能鎖列 哪時候只能鎖籃 你不能說永遠都把籃列都鎖起來 如果你籃列都鎖起來 抱歉 這九準的話 一定做不出來 另外呢carren跟row是什麼 自動去抓到 你的籃 跟你的列 OK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九九乘法表 的部分 這兩個範例